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他也拍过上百部电视剧 演艺资历相当丰厚 内地观众所熟知的《星星之我心》 《绝代双焦》《雪山飞狐》《包青天》《一代女皇》《烟雨江南》 以及偶像剧《真爱找麻烦》 《烧席力政武爱你》等等 高振鹏都有参演 高振鹏从22岁开始就担任演员 在电影行业鼎盛时期 他还曾担任过10年的造型化妆师 11年的电影配音员 以及7年的电影副导演 可以说高振鹏的一生 都奉献给了戏剧视野 除了在影视行业工作 他还喜欢做工艺 从业70多年间 高振鹏从来没有演过男主角 但他曾在采访中表示 对此并不遗憾 他以绿叶演员自居 高振鹏从不计较自己是否得奖 是否做过男主角 永远只装于角色 他在采访中曾说过一句话 好戏是不能没有绿叶来衬托的 令人至今印象深刻 高振鹏曾因为出演配角获过奖 还得过特别贡献奖 对获奖一事 他曾表示自己 虽不介意奖项 但获得奖项也很开心 说明多年的努力收获了肯定 同时高振鹏也对现在的绿叶演员 尽鼓励 让大家把握每一次演出机会 除了永不言休 高振鹏在对待演员这个职业上 也很值得现在的年轻演员学习 他除了自己记性好 从业70多年 一直保持在拍戏现场不看剧本 从不迟到早退的记录 据说高振鹏会在家里看剧本 把台字记得滚瓜烂熟 高振鹏曾说过 永远做个敬业的演员 这样对得起良心 对得起角色 也对得起酬劳 演过多部作品 高振鹏曾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最得意的作品 是连续剧《亲情》 当年他本来只有三集的戏粉 但后来却演了五百多集 主要是因为他帮角色加了分 他自己设计了很多小的心思 高振鹏回忆 这部剧当年在台湾家喻户晓 造成轰动 令他印象深刻 而在多年的拍戏中 高振鹏因为过于敬业 当年在肯定拍摄古装剧《战国风云》 因为风沙太大 导致眼睛受伤 差点失明 后来在视线模糊的情况下 在下一部戏里 他照样继续拍 在离世前 高振鹏曾经说 自己记忆力依然很清晰 除了有一些耳背 需要带住听气 偶尔有一些肠阻塞的问题 但他表示 都不会影响拍戏 据了解 高振鹏曾在90岁时 更换了眼角膜 重建光明 如今91岁高龄的高振鹏 在睡梦中安详离世 也算得上是喜丧了 一路走好 虽然高振鹏老先生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敬业和永不言休的精神 也会继续鼓励着大家 作为资深的男演员 高振鹏演戏时间 已经超过半个世纪 作为经典的男配角 高振鹏一生 都没有担任过男主角 2018年 高振鹏还曾荣获 金钟奖的特别贡献大奖 足以可见 他对电影圈的影响力有多大 在接触媒体采访时 高振鹏曾表示 不论公益事业 还是演戏事业 他会坚持一直做到人生的尽头 只要大家需要他 他便会一直努力走下去 而高振鹏先生 也正如自己所说的那样 将演艺事业进行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 2021年2月 91岁的高振鹏 仍然在坚持拍戏 天桥上的魔术师 就是他演艺生涯中 参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作为一名资深绿叶 高振鹏一生 有无数影视作品 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 他就开始演戏 曾和著名演员陈鸿恋合作 《九色财气》 和影帝万子良合作 《大哥大续集》等 除了这几部之外 高振鹏还曾多次 参演爱情偶像剧 包括烧席力政 《我爱你》 《幸福三颗星》 《真爱趁现在》等 可以说各大影视剧中 都有他的身影 演技过人 实力不俗 然而 这样一位深受大家喜爱的 资深绿叶演员高振鹏 如今永远离开了大家 不过 虽然高振鹏老先生 安详离世 但他的作品将永存世间 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高振鹏1929年 生于浙江湖州 1949年 原是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 和同学看了电影《花莲港》后 规划搭船到台湾旅行一个月 没想到遇上国共内战 回不了家 自此与家中音讯中断40年 直到1988年 回到老家时 高振鹏听两个姐姐说才知道 家人一没有说出高振鹏下落 父母兄长在文革时期逝世 对自己当年因为贪玩 给家里带来浩劫 相当自责 后来高振鹏1951年 加入陆军义工队 饰演话剧 恭喜发财 男主角画天宝 开启演员生涯 后来因演戏长达400多集的中式电视剧《倾情》 被中式签为基本演员 甚至拿到中式颁发演员荣誉证 工作楷模奖 表彰高振鹏认真投入的精神 2002年高振鹏接演《大爱》电视剧 并参与慈祭基金会公益手语剧巡演 童年也因《大爱》剧场单元剧《人间有爱》 第一次入围金钟奖 并拿下最佳男配角舒容 2018年在《大爱》电视推荐下 高振鹏荣获金钟奖特别贡献奖 一辈子没有担任过男主角的高振鹏 敢言致辞的名言就是 好戏是不能没有绿叶来衬托的 我到老演到了 直到近期高振鹏还参演影集 《天桥上的魔术师》 饰演世界典型老板 小八的演妇老张 高振鹏22岁开始担任演员 电影新盛期还担任过10年的造型化妆师 11年的电影配音员 7年的电影副导演 人生除了戏人生这条路 还有做公益这条路 高振鹏曾说 我会永远做一个敬业的演员 另外 此际至公公益的这条路 我也秉持着一句话 那就是 哪里需要我 我就到哪 我会做到人生尽头 因为冠状疫情的关系 家人只举办了简单的佳祭 高振鹏曾说 人生两条路上 最感恩的就是太太的大力支持 一对儿女都很孝顺 高振鹏在金钟奖领奖时曾说 这座奖像是一面镜子 看到我过去走的路 也照亮我的未来 22岁到现在90岁 我从孙子演到爷爷 叫花子演到皇帝 走过了电影的兴衰 不仅在电影兴盛时期 担任十年的电影造型化妆师 十一年的配音员 以及七年副导演 高振鹏秉持着 吃哪一行饭 就要忠于哪一行的事 时刻提醒自己做个好演员 感动台下众人 高振鹏演过无数戏剧 从经典的包青天 一代女皇到偶像剧 恶作剧之吻 烧席力政 我爱你等 可说是台湾的国民爷爷 虽然听力不好 但他记忆力惊人 曾经和他合作过的狼祖军就说 现在很少有演员排戏不带剧本的 高叔两手空空 自在排练 早就备好了 而高振鹏却将这一生的光荣 归功于他的太太 在颁奖典礼时 向太太告白 这期的幕后推手 是我太太 我也很欣慰 我的一对儿女都很孝顺 还有儿媳妇 女婿虽然是英国人 但也是很难得的伴子 我的家庭很美满 如今他安详离世 更是令人不舍 高振鹏演艺生涯 长达一甲子 所以辈子没担任过男主角 2018年荣获金钟奖特别贡献奖 至此名言就是 好戏是不能没有绿叶来衬托的 留给演艺圈后辈无限追思 后辈称高振鹏为高老爹 他的人生也如戏 1949年 原本是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 与四个同学规划 搭船到台湾旅行一个月 没想到遇上国共内战 回不了家 1951年加入陆军义工队 展开了这一生的演艺生涯 等到1988年回到老家 听两姐姐说才知道 家人因为没有说出高振鹏的下落 父母兄长在红卫兵时期纷纷落难 对自己当年因为贪玩 给家里带来浩劫 相当自责 2002年 演出大爱电视 父母恩仲难报惊 音乐手语巨石 扮演不孝子角色 就像在演自己 感受更是深刻 在分享这段新路历程后 正言法师一句 高老爹你来培训好不好 高振鹏立刻答应 演戏超过半世纪 2002年这一年 也是第一次演大爱剧场单元剧 人间有爱 第一次入围金钟奖 就拿下最佳男配角的殊荣 从22岁开始担任演员 电影兴盛期 还担任过10年的造型化妆师 11年的电影配音员 7年的电影副导演 人生除了戏人生这条路 还有做公益这条路 高振鹏说 我会永远做一个敬业的演员 另外 慈济志工公益的这条路 我也秉持着一句话 那就是 哪里需要我 我就到哪 我会做到人生尽头 高振鹏的人生两条路上 最感恩的就是太太的大力支持 一对儿女都很孝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